嘩這個厲害了 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殼 這個當然是古董787B 你又猜一下裡面套著什麼 更厲害 我想很多人都見都沒見過 什麼 4X真的不是很多人認識 這就是傳說中的4X 還要是初版 後摩打 長短帶 為什麼不見了頭帶 為什麼不見了頭直濕 為什麼不見了頭狗骨 好明顯就變了尾骨 好明顯就不需要 哈哈哈哈 潮流輕美驅 港版爸爸都開始做的後驅玩 我們當然不虧了 轉彎有樂粉絲 當然快點 齊齊玩尾骨 頭骨玩得這麼厲害 下一回合就尾骨 最厲害的 我們沒有Dry-L 後驅玩飄移就Dry-L 剛才爸爸是Dry-L 他F1都不放Dry-L 為什麼Tooling放Dry-L 他放Dry-L 但我不知道港版有沒有用 他爸爸是用的 他應該不用 他F1都不放Dry-L 那時候全世界都在用Dry-L 他不會用的 當然不用 現在是膠胎 膠胎是不用的 但是海綿胎一定會用的 海綿胎一定會用的 海綿胎一定會用的 不應該走不到的 對方不夠快 沒理由走得那麼壞 嘩 哈哈哈哈 好辛苦啊 哈哈 不是啊 第一頂電線是成功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我這次就幫阿棍記錄 第一次玩尾輪車的困難處 有些困難的感覺 看看他再設定一下 會不會設定到 一輛走得到的 尾輪車 這是13.5 Blinky 是 照正13.5 Blinky 是不會走得那麼壞的 可能我又用了一個 勾勾的波打 不關事 你慢慢設定一下 應該沒有那麼壞 咦 沒有了 那輪車應該可以了 其實那輪車還沒有溫度 哈哈哈哈 不賺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時候最好 逛逛逛逛逛逛逛 會關駕駛嗎 你有沒有之前試過駕駛 這個駕駛 四駕駛可以的 可以的嗎 對 四駕駛很平 哈哈哈哈 好 等我下次又修改駕駛 4X尾輪陪你玩尾輪車 哈哈哈哈 我也有這個駕駛 不過還未修改 中間 787嶺 你有點好 看影片的朋友 你看看桶 玩得這麼糊可愛 可以嘗試組回 尾輪座二駕駛 去解駕駕駛 便不想下記輪肉 當然不用下記輪 Guerl 當然不下記輪 應該沒那麼難駕駛的 即是就算不快也不是 你現在絕對是完全控制不能 我想換回Rush再正常一點會好些 完全不在控制範圍 這個是兜完車才能夠差很多 簡單來說是沒有玩車的樂趣 車有時跑得快跑得慢沒有緊要 最重要是找到樂趣 這輛車是不停地救車 直線也有可能 走直路很害怕 不要手震 撿回多快 不要弄我 搞不定你 直路撞你 直路尾不知道怎麼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下次看看 設定完車 會不會好些 下次再見 煩惱了 你這輛尾輪車走成這樣 我還不挑你機到橋底嗎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就去買到新街走 豈有此理 等跳機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又找回我的第一代4X出來 我在自己主場PYCC試 不過 我的頭直濕和頭狗骨 是未拆開的 我之前其實都做過後驅來試 OK 可以走到的 沒有這輛那麼麻煩 難搞的 不過我一直都想 裝上頭直濕連狗骨 又不知道 後輪走出來會有什麼樣 不過是不太夠定 這輛車天生出來 是好像比較難搞 還有 其實我對4X那套避震 都是挺陌生的 因為它有幾條拉桿 原來我現在第二次 拿出來玩 才知道它的作用 中間有兩條拉桿 原來就是車高長短 反而放長一點 車高是會低一點的 縮短一點 車是會高一點的 旁邊有兩條拉桿 就是 拿來做那個 行程的 下次有機會 我再解釋給你們知道 不過 我用13.5 Blinky 算是比阿棍走得好 算是走到一下 沒有那麼吵架 剛才有一下 調頭脫尾 是我嘗試一下 在窗灣下一點點 誰知道更重了 所以 調頭而已 其餘 動不太穩定 不過 我真的 完全把四驅 就這樣拆了出來 拆了一條皮帶 就拿來試 第一次 收貨 不過 會有空 再試一下車 再慢慢試 試好 有什麼進展 再拍片給你們看 有什麼留言 或者可以一起玩 就是這樣